我们这次音乐会的特点就是双城双校双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 也庆祝我们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他们是岭南地区唯一一间有音乐学博士课程的大学 而我们澳门城市大学的音乐学的博士 也是澳门历史上首届的这样一个博士 我们今年已经是第三届 那么我们两边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常惯性的一个互动 所以今年我们借助于这么一个大好的日子 我们跟华南师大这边大家协商 就是我们两城两地我们互相交流合作 就是我们先到华南师大在我们的大湾区 举办这样一个音乐会 然后第二场活动在那里举办 粤澳的文化遗产方面的音乐博士生的论坛 两大活动 11月份到今天这个时候 我们差不多我们回归的25周年的论识就比较近了 所以在这里更重的是在庆祝国庆的同时 我们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里面 就是充分就体现双边的师生的合作 我们相信我们用音乐的力量 有文化的力量去打动大家 去感染大家 让大家更好的体验国家的兴旺发展 我们今年应该说是一个两校合作的开启之年 我们的这种合作呢 有艺术实践 有音乐会 还有学术交流 学术研讨的 对于后来 我们明年 后年来自把其他的一些高校也纳入进来 共同来完成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音乐会 或者说艺术交流 如果是有一些 我们还没考虑到 或者说还想加入的话 那么明年我们会做得更好 我今天表演 派格尼尼的《摩西变造歌》 这首歌呢 就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大体考文科目 基本上在国际上的音乐会 是经常被表演的 这样一首歌目 我想代表整大的音乐博士班 出这首歌都显示我们的演奏实力 我觉得今晚和华林师范大学的交流演出 是非常之有意义的 因为澳门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 其实澳门本身这么多年的得点就是很包容 所以我们很欢迎和很高兴这一次 华林师范大学可以来到澳门和我们交流 出尽两间学校的交流和教学 和研究方面的实力的提升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参加这次活动 我有两个节目 一个是《祝梦澳门》 一个四重唱的节目 另外一个是一个二重唱的对唱 叫做《澳门之歌》 这一次我们演唱了两首歌曲 都是澳门回归25周年的一个原创歌曲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次的交流 然后了解到更多我们可能不一样的文化 不一样的对音乐的理解 或者是我们在学习上的一些不同的地方 可以互相的借鉴互相的学习 也通过这一次的活动 让我们的友谊更加的坚固 更加的美好 我今天参演的节目是叫《欢乐的夜晚》 它是一个明月四重奏的曲目 我当时也是去了广州 华南师范大学去演出了同样的曲目 我会觉得很荣幸地参加这样的音乐会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澳门城市大学 澳门城市大学非常的漂亮 今天晚上我会带来的节目是声乐独唱 那么我唱的这首作品叫《为你歌唱》 非常感谢澳门城市大学选择了华南师范大学 那么在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 我们不光是文化交流 艺术上的交流 其实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交流 那么这次我们来到澳门城市大学 其实就是想跟澳门城市大学的师生们一起 做一次精神上的文化上的交流 我们欣赏了一场视听的盛宴 是由华南师范大学和澳门城市大学 联手共创的非常盛大的一个演出 这次盛大的活动是庆祝回归25周年 和国庆75周年是意义重大 近年来我们遭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 音乐专业的博士生 那么他们的演出呢 使我感觉到从小的锻炼又加艺术 加理论的熏陶呢 成了一个真正的非常全面的艺术人才 今天两个大学的合作呢 是我们展示了跟内地合作的一个新的高度 能够帮助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校园文化 未来我们能够携手共进 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请不吝点赞订阅